那至於我們來怎麼樣去學習 摺域學或者是天心摺域學 那選擇路會告訴我們 起若日月五星之遭回於天 張張共見乎 也就是說 摺域的東西就像堪語一樣 堪天與地之學 它地理之氣是藉用天時的引動才採生地理的效用 那摺域本身就是天時的一個運用 時間的運用 那時間又來自於天文的產生 我們由人類觀察地球以外的天心的運轉 它都是歐期 然後因此就產生了時間的觀念 有了時間才有 有了時間的立法才有歷史的產生 比如說歷史的歷 歷史的歷跟歷法的歷同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們的歷史是要有時間做編聯 它才能夠讓人 所有的事情一定要人事實地物都聚在 它才能夠形成真實的事情的構建 那如果掃掉其中的一些要件 特別是時間的話 那麼 很多的歷史之外 它實際上就變成無用的 無意義的 無意義的一個事件 那就變成神話傳說 在遠古很久以前什麼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意義不大 因為我們不知道時間 所以 真正的史料 都需要在有時間的制度上才能夠 的編寫下面才能夠讓我們確認 人類的歷史到底是怎麼樣發展 所以時間的重要性在這邊 所以像 開語之術到 摺語的時候 就必須 就是說 時間本身是由天文產生 所以要在時間裡面去找到一些 生命的軌跡或是預測之學的話 那你最簡單的方式 你就回歸 道法自然的回歸到 那個 大字 天文 宇宙天文這一門學問裡面 用真實的天體來驗證 那才是一個比較 比較有 有依據的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會有 天心則物產生的一個由來